王宝串与薛平贵的故事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 戏传唐一宗十七朝中,在向王颖的三女儿。 不顾父母之言,下嫁贫困的薛平贵为妻。 被父母带出家门。 薛平贵入伍后。 王宝串独自一人在韩瑶中苦度十八年。 薛平贵娶了西梁国公主戴赞。 当上了西梁国的国主。 十八年后归来,与王宝串含瑶相会,封王宝串为镇宫皇后。 结局皆大欢喜。 大灯殿大团圆。 在影视或戏曲中,故事大多到大灯殿这里就戛然而止了。 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大团圆的剧情。 但后继,王宝串和丈夫重逢后。 仅仅过了十八天,荣华富贵的日子,就死掉了。 死因不祥。 王宝串在享福之后很快死了。 但故事却没有交代死因。 于是出现很多猜测他死因的。 有人说他在受苦十八年后突然想服吃得太好了肠胃受不了。 还有开测是因戴战公主,容不得他作为正妻的存在而害死了他。 也有说他是因之前与他爹三机场断绝时,发誓此生不再入乡府,但却在乡爷八十岁受尘时,登门贺受破了誓言。 不论哪种死因,对他来说都是极其悲惨的结局了吧。 王宝串抛袖球。 纵观王宝串的一生。 家事极好却因抛袖球非嫁薛平贵不可。 据说是因他看出了薛平贵的帝王之相。 但他怎么看也没看到自己,却不能因为这帝王之气受到什么福分。 为嫁薛平贵妇女三机长。 事不相见。 两人结婚。 两人新婚后入住寒瑶。 却在不久薛平贵要入武上战场。 历经种种未能归来,反而只能为身西良。 西良王爱财。 且将独女戴战公主嫁给他。 后来还当上了西良王。 而此时,王宝串正在四处挖野菜。 吃不上米粮。 助寒瑶穿破衣。 一个人孤独寂寞,千辛的守在寒瑶。 拒绝母亲接绩。 受姐妹嘲笑。 整整十八年。 寒瑶王宝串。 十八年后薛平贵回来了。 武家坡第一件事,竟然是试探他是否出鬼辩解。 若是这样便打算杀了他。 看到这里。 不禁觉得寒心。 要是其他剧也该是远远的相认奔跑助相拥吧。 最后他还是原谅了薛平贵。 接纳了他已有妻儿的事实。 名义上也得到皇后的尊称。 政区的地位。 欢欢喜喜的叩谢皇帝。 十八年后, 王宝串与薛平贵相聚。 一般影视或戏曲展现到这里就没有了。 到这里姑且可以认为算是喜剧。 但他十八日后死。 却是毫不掩盖的揭露他的悲剧命运。 王宝串封为皇后。 有人说, 他等了十八年薛平贵。 任何结果即预料到。 大概任何比这更糟糕的情况, 他也能承受。 但当真相以另一种方式来临。 他原来也许抱住万分之一的希望即破灭。 心碎忧郁而死。 十八年生富贵人家。 十八年失去丈夫苦苦之称。 十八日后死去。 人生苦短。 从王宝串的一生看。 门单互对的婚姻。 父母认同的婚姻是多么重要。 他生十五历父母。 未能尽孝道。 婚后也没能让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到死前也没得到自己的丈夫。 他所守候执著的。 在我看来不过是不肯放下的所谓自尊和执念。 薛平贵与戴战公主。